观众朋友要带大家来关心 我们刚收到最新的消息 有幻象战机坠海 这时间点在11点38分 由国防部通报 目前所掌握最新的情况如何 要把时间交给我们的资深记者杨振权 详细告诉大家 振权 现在是我们所了解到的是 这架战机应该是光点在 11点25到26分左右 消失在台东外海 10海里的地方 那据传有飞行人跳伞逃生 但是现在空军方面 只证实了是幻象战机坠海 而不是这个F5战机 因为一开始先前 最先传说是F51战斗机 坠海的消息 不过现在可以确认的是 幻象战机坠海的失事的意外 那据了解 现在传说的消息 是飞行人有跳伞 但是是否成功 那这个消息能不能确定 空军方面说等一下 会统一来做对外来做说明 现在所知道 最海的地点大约靠近 支本西的出海口 而光点消失的时间 大约在11点25分到26分中间 这个时代 现在所了解的是因为 现在因为驱离共机的任务 幻象战机必须要从新竹 拉一个机队到台东来进驻 也就是说他们现在都长期 进驻在台东这里 那今天这个幻象战机的任务 应该是可能是在执行空中的 这个驱离任务的时候 发生的意外 而现在据了解 这架战机的这个 现在的状况 还要再做更进一步的确认 不过传出来飞行人 跳伞逃生这件事情呢 现在是还在确认当中 不过这我现在掌握到的 更进一步的消息是 这是一架单座机 然后飞行人有跳伞 正在搜救中 现在所了解的是 国防部11点45分 已经派出了黑鹰直升机 从台东起飞 要来进行搜救 另外海巡署方面 则出动了快艇 还有消防署的人员 也都前往搜救当中 现在可以更进一步的时间点 是11点25分的时候 国防部的幻象2000战机 是单座机机上 有一个人在台东 快海石海里的地方 要惨逃生 现在正由国防部 和国搜中心 来进行相关的搜救 而现在呢 这个确定传出来的消息 是有跳伞 但人是否平安 现在都还在 持续的了解当中 现在就我们所了解到的是 这一架患象战机的编号 是2017 他是在今天进驻到台东的 他是进驻到台东 要来执行这个 所谓的这个 攻击驱离任务的 这个机队的战机之一 那现在传出来的消息是 飞机大约在 11点25分到25分左右的时候 是光点消失 而国防部已经是派出了 黑鹰直升机 还有就是海巡署方面 也派出了快艇 以及这个台东方面的 这个顶销人员 也已经是赶往现场 要来执行驱离的任务 而上一次幻象战机失事 已经是何自宇少校 在外海失事的这件事情 已经隔了好几年 那现在呢 今天传出这个消息之后 现在则是要全力来搜救 不过传出了跳伞 那军方也正是有跳伞 但是现在这个跳伞的人员 是否平安 都还要更进一步的来做了解 这是我们目前所掌握到的状况 政权告诉大家 这是在11点25分 换上2000单项座机 确认是有跳伞的 目前还在搜救 后续我们会持续带大家来关注